现在连头发都能吃了吗 我看见 这跟头发一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咱们先看诈评 臭袜子的味道 鱼泡全是黄薯好吃 买了19块9倒入一包 浸开了100克 这是原来的四川叫玻璃心的粉丝 爱的我测的 还说这可是美女的头发 可好吃了 在这里劈劈啊这位粉丝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是不是美女无所谓好吧 如果是我喜欢吃头发 给你们测这个点 关注不明录吧 不过分吧 先开了表 它上面写着 科技农产品 所以没有配料表 还写着品名叫海发菜 说好了美女头发呢 这还吃个忙啊 它的保质其实365天 要放在阴凉或冰箱冷藏 臭袜子的味道 像头发就算了 还臭袜子的味道 这是什么黑眼料理 打一看一下 像好久没洗的头发 闻起来不是臭袜子的味道 是那种新鞋子的味道 首先说明一下 我自己是不会闻 把闻起袜子的新鞋子 都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 你抛全是黄睡 这黑色的东西 能不能泡出黄色的水 弄一碗水啊 给它泡一泡 洗一洗 洗的时候 千万别放洗发水 兄弟们 这水真的有点发黄了 你说到变黄的原因 是因为上面有灰犬 还是这玩意掉色啊 据说这海发菜 用热水泡一下就能吃 咱们直接整一壶 一百零一度的开水 泡一下 OK 挑出来给你们看一下 像不像是刚洗的头发 不好吃 尝尝 这吃起来没有任何味道 不甜不咸的 口感就像煮了很久的紫菜 一咬就断了 没嚼几下就化了 越想吃超细的粉 还有一个煮清柴的口感 中和评价